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玩了这么久的蛋仔派对了 却还不知道蛋仔最高上线的巅峰分数究竟是多少分 有人说 是3700分 因为每次到赛尼莫的最后一天 我看全副的最高分就是3.7 我想确实是有道理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他们的时间根本不够用的 来了 真相究竟如何 那还得让我带你慢慢分析 注意看 现在的时间是5月16号 也就是蛋仔赛尼莫的最后一天了 虽然你看我现在是凤凰蛋2300分 但是 我之前可是无敌凤凰蛋2700分的技术主播呢 菜就多练 输不起就别玩 接着 再来看我们赛尼莫全副的排行榜 可以看见 排名第一的是我2300分 可以看见 排名全副第一的是一名名叫粉分子蛋的玩家 定位分数也是高达3600多分 和第二名仅有一分之差 所以就你小的骗我说是3700分是吧 除此之外 可别忘了 虽然郑主播蛋打排队查不到 但是 我们还有国际服蛋打排队啊 可这时候就有人说了 国际服和郑主播的赛季时间都不一样 怎么可能查得到呢 别说 你还真别说 他赛季时间还真就一模一样 今天刚好就是赛季莫的5月16号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国际服的代赛玩家们 真的是人类吧 我严重怀疑 他们都是穿着担仔皮的尾蛋吧 要不然 为什么巅峰第一 却是个足足拥有5000分的风华蛋啊 就连第二名也是 和第三名也就短短的相差两分而已 要知道 这可是担仔派对历史上 目前出现的最高点分分数了 但说实话 当时的我真的一脸震惊 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而且我还打开了他们的主页进行查看 只是第一和第三的主页信息 以及战舰都给隐藏住了 只有全副第二的音爆咬心能够查看 这不我直接给你个5000好评好吧 先来看看他的派对次数 本赛季一共进行了1008局 多冠850场 对比郑主服的前10万家的信息来看 难道说 吃国际服务人少太简单啦 嗯嗯嗯嗯 啊 后来我又查看了一下他的战绩 技术这方面肯定是不可否认的 再看看他最后一场的时间 却定格在了5月11号的这天 那么问题来了 证据确凿 巅峰凤凰蛋5000分 是不是就是巅峰分数的最高上限呢 我想确实没错 要不然 谁还不想冲上更高的巅峰分数呢 除非5000分就已是最高的上限了 我的天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